好 那這些都是我們在物理上面常看到的這個例子 那不管他是極為的碰撞的時候 他碰撞前跟碰撞以後 他的動量一定要是constant的部分 那在這整個碰撞的過程當中的話 有兩種情況是我們必須考慮的 因為我們動量已經是確定是守恆的情況 但是我們還有一個東西是能量 那我們已經講過說能量的部分的話 有可能我們的能量的部分 你要考慮能量的部分 那你考慮能量的部分的話呢 那要怎麼辦呢 好 那 在這個整個 這個碰撞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呢 動量守恆你一定是要遵守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的total的momentum 它是要constant 好 那另外一種是 你的total的energie 那也要constant 那這樣子的一個碰撞情況呢 我們就叫它就是 弹性碰撞 那在這個碰撞過程當中的話呢 因為我們的能量是constant的部分 那在之前我們已經講到就是說 這個能量的部分 就是說我們一個力所做的弓 那這個弓可能有分為兩種 一種是保守力所做的弓 一種是非保守力所做的弓 所以你total的弓的話呢 是分為一個是保守力所做的弓 另外一個是非保守力所做的弓 那非保守力所做的弓呢 我們常常看到的就是 摩擦阻力所做的弓 那我們把摩擦阻力的部分 就直接把它寫下來 OK 那這是 那這兩個弓的部分的話呢 你也知道了 這個保守力所做的弓的部分 是等於我們說是等於potential energy的負值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面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total energy 是等於負的deltau再加上wf的部分 那我們從功能原理裡面 又知道說 好 這個wtotal的energy 其實它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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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potential energy 加potential energy 這就是我的total energy 這就是我的total energy 裡面 你total energy要保持constant的話 這一項一定沒有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elastic collision裡面的話 它是沒有所謂的這個摩擦阻力的一個部分 那換句話說 在剛剛的推導裡面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你既然沒有摩擦阻力 那換句 我如果寫得更加細一點 就是我的canetic energy加上potential energy 它是等於0的 因為它的變化是等於0的 那換句話說 就是說 有另外一種的collision 它wf是不等於0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我們的 momentum total momentum 還是要等於constant 但是呢 total的energy 在這一項裡面 它就是等於 potential canetic energy的變化 叫potential energy的變化 就是wf的部分 那這個時候 就是我們所謂的in-elastic 所謂的非彈性碰撞的部分 那在這裡面 在非彈性碰撞裡面 對你有用的只有動量守恒 因為能量 在這個摩擦阻力 你不知道的時候 你沒辦法把wf算出來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話呢 能量守恒是 對我們來講的話呢 就是 是一個 你看到整個系統裡面 是完全不守恒的情況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就舉個例子來看一下 什麼樣的情況是屬於這兩種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 很簡單的一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呢 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我說 如果有一個 板 那這個板的質量呢 是m ok 掛在這個天花板上面 那把它掛在天花板上面呢 我們說 這時候有一顆子彈 小m 然後射到這個彈道板裡面去 那它的質量是 m 那小m 然後速度是vi 射進去以後 那我要問的一件事情是 他讓這個彈道板 擺多高 他會擺上來 好 所以我們說 那問題就是這麼簡單 ok 那 那 在這個問題裡面的話呢 唯一一個 就是 我們看到的這個子彈 射到這個大m裡面 卡在大m了 然後 真的這個大m 讓整個彈道板 往上 這個擺的部分 所以 在 在實驗上面的話 這個 就是我們所謂的彈道板的部分 好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是 這個小m跟大m 你要做 coalition 好 那做coalition的時候的話呢 唯一一個 你第一個考量的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 他這個是 這個小m呢 我們現在打進來的部分 就是 沿著水平方向 打到大m上面 所以 你看到的 這個coalition 還沒有進行的時候 初始的動量 ok 就是這個小m的動量 加上這個大m的動量 但是大m的動量 它是禁止的 所以我們只有看到 mvi ok 那你也知道說 它是 如果我們把這個 當成是 x軸 就是 y軸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 mvi 的 i方向 就是 initial 那final state 是等於什麼呢 final state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 它一定會等於 initial state 那我們把大m跟小m 撞在一起以後 你合成一體了以後 所以你final state 這個momentum 大m加小m 那它的 velocity vf ok 那它也是 i方向 所以我們把i方向 拿掉了 方向拿掉以後 它就是mvi 跟你的initial state 是相關的 換句話說 你在這裡 你在這裡 你就很容易的 求出你的final state 的部分 是大m加小m 分子小mv 好 那 你看到了 一個事實 這個事實是什麼 進來的動量 是 1 2 mvi 平方 那 potential energy 你 一直都沒有改變 然後 我們看到 final的動 energy 原來 i 它是禁止的 那現在 它是等於 1 2 大m加小m 的vf 平方 那它也沒有改變 兩個合在一起 以後 你會發現說 這兩項 它是什麼 它是不相等的 所以在這個碰撞過程當中 它能量是什麼 不守恒 它是完全是一個 in elastic 的collision 的最簡單的一個例子 那 能量損失多少呢 你可以去計算 你的 從這裡剪掉這個 你就可以計算出來 它能量損失多少 好 當它碰撞 碰撞了以後 這個子彈已經卡在這裡面了 OK 那子彈呢 跟著木塊一起 往上擺 那在這個擺的過程當中 才是一個能量守恒的一個過程 好 那我們說 第二個部分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 子彈卡到這裡面來了 然後 它跟著它擺上來 所以我們看到 initial state的時候 它的total energy 是VF的平方 這是initial state 那final state呢 final state是這個 整個彈道板 它已經 往上提升了h的高度了 所以我們不知道final state 我們知道在final state的 它提升上來的任何過程當中 它的速度 和 它整個的potential energy的變化 它應該是守恒的 那到最高點的時候 OK Ymaxima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h 那它們最高點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呢 在最高點的時候 它的Vy一定是等於0 那我們就可以測得出來說 我們的y到底 它是多少了 y的maxima 換句話說就是等 h就是等於 m加mg 2分之1的 m加mvf的平方 那也就是等於mf的平方 然後 也就是等於1分之1的 這是可以消掉的 1分之1 7分之1 的m加m的mvf的平方 ok ok 這是 你看到的一個整個結果 換句話說 你的h跟它的關係是等於 那在實用上面 那在實用上面 這是我們看到的結果 那在實用上面 我們應用 應用它什麼呢 應用它是我們觀察到的是h 我們可以看到這子彈射出來了 然後它往上擺h的高度 所以這個在應用上h是已知的 那你希望求的是什麼 當然是求的是未知的vi 是反過來的 ok 所以這時候 如果h是已知的時候 那vi 就等於 你把它搬過來 是等於 2gh 然後 小m 大m加小m的平方 這平方 那你要開根號 vi就等於 m分之大m加小m 根號 2gh 所以 在實用上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我知道h 我就知道 這個子彈的初始速度是多少 就可以知道 這個就是我們 所謂的彈道白 那它在這裡面 整個過程裡面 包含了 一個是collision的 前段是collision的階段 那後段的部分呢 是一個 能量轉換的一個階段 那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有沒有問題 所以 所以它不是一開頭就是能量守恨 一開頭的時候 它這邊有能量損失 那能量損失多少呢 你可以看出來 你可以看出來 這項減掉這項的話 2分之1m加大m的 這個 m加大m分之mvi的平方 減掉2分之1 2分之1mvi的平方 所以把它削一下 那m的部分拿過來 這只是消掉一個 所以你看到了 這個其實 我們是等於2分之1mvi的平方 然後m加大分之 這是平方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是 第一項的話是等於m加大n分之n 減掉1的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等於m加大n分之大n 負的 OK 所以你看到能量的損失 是這麼多 final state跟initial state之間 它的energy的lose已經我們看到了這些負號的部分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這個能量其實在這個系統裡面並不是完全守衡而是你要分為兩個階段來考量 這是我們平常我們看在collision的問題裡面所看到的 另外一個collision的問題裡面的話呢 你也會常常到粒子物理的時候你會看到的是這兩個particle 那兩個去碰撞 那也有可能是什麼 也有可能是兩個光子 那這個是一個光子 然後這一個另外一個呢 也是一個光子 OK 那去碰撞的情況 但是如果是在這個光子的情況之下呢 它的energy已經不是我們這邊的所謂的connected energy potential energy的部分 那在這個時候因為它的速度已經是光速了 那是光子的時候 那你的energy你要考量這個相對論的 那它的能量呢 你就必須把相對論考量進來 那那個時候跟我們在這裡的potential energy跟connected energy的部分 這兩項所謂的energy的部分是有一些些不一樣的地方了 這是我們在這邊必須要提醒的 那在淨代物理裡面會對這一塊做一個交代 那如果我們有時間下個學期的時候 這一塊也會上到的 好到這裡有沒有問題